作为2022年体育发报年度最佳运动员 库里将在23-24赛季成为NBA历史第一位年薪突破5000万的球员 是名副其实的联盟第一人 拥有如此多的财富 库里自然也懂得如何投资和享受 本支影片我们就盘点库里的 十大最贵开销 相比很多球员的豪门作家 库里的名车收藏就和他本人一样低调 车库里的车从3万美元的英菲尼迪 到20万美元的保时捷 有意思的是身材在NBA相对瘦小的库里 却偏爱外形庞大的越野车 一辆售价7.6万美金的凯迪拉克 一辆几乎盖过他身躯的奔驰G55 一辆售价近10万美金的特斯拉Model X 以及一辆百公里加速只需3.1秒的 保时捷帕拉梅拉Turbo S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16年库里拿下MVP的那个赛季 齐亚曾赠送给库里一辆SUV作为奖励 只不过这辆价值2万多美元的韩系车 没能入库里的法眼 随后他便将其捐赠给了奥克兰青年教育中心 2021年 库里将自己的推特头像换成了一只猿猴 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头像 库里却花了18万美金才将其拿下 当时很多网友表示震惊 认为库里是不是人傻钱多 18万买个小图片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这款头像来自于一家叫做BAYC的数字收藏品项目 全称 无聊猿 游艇俱乐部 2021年4月 项目推出了1万个猿猴头像 每只都拥有不同的帽子 服饰 表情 和背景 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在BAYC的故事设定中 这些猿猴都是身价百地 在财富自由后变得无聊 于是就成立了游艇俱乐部 让大家一起休闲聚会 在项目刚推出时 每个头像售价185美元 并且迅速被售请 仅仅一个月后 头像的地板价 就飙涨了8万美元 而随着加密货币的价格不断飙涨 屡创新高 库里的头像价值一下冲到了40多万美金 看到投资价值的库里 继续在NFT市场骚货 算成自己买的 加上别人送的 库里NFT收藏的总价值 一度超过了60万美元 然而好景不长 随着美国经济调控 加密货币价值大幅缩水 无聊原项目也开始遇冷 库里的头像价值直接腰斩 而其他收藏 也真的就变成了一堆小图片 同时库里代言的FTX加密货币平台 突然宣布破产跑路 又狠狠地坑了库里一把 好在对于身价过亿的库里来说 这点损失也就是毛毛雨 经不起一点水花 第八项 翻新球馆 2022年休赛期 库里和狗爷梦幻联动 在加州长岛男孩女孩俱乐部 给70多个孩子送上惊喜 把他们在球场过招 指导他们打球训练 这期间 狗爷还亲自为库里 带上了一条印有狗爷厂牌 死球牢房锁链上标的大金链子 以表敬意 两人此次会面的目的 是为当地翻新的球馆举行开幕仪式 2022年 库里和安德玛临合成立了 全新的个人品牌 Curry Brand 自那时起 狗爷就一直和库里商讨 如何能一起合作为社区做贡献 这次 两人出自为俱乐部翻新球馆 库里一人就贡献了10万美元 当然 项目还不止于此 两人计划在未来三年里 继续在加州翻新20个球馆 预计届时库里的支出 将超过百万美金 第七项 定制球鞋 一直以来 库里都会定制一系列 含有特殊意义的球鞋 然后通过拍卖将收入捐赠 给慈善组织 2016年 库里为奥克兰仓库火灾事件 遇难家属筹款 在定制球鞋上印有 36名遇难者的名字 最终两双球鞋拍卖出 4.5万美金的高价 2021年 库里又为亚史兰大亚裔 枪击事件的 八名受害者家属筹款 库里定制了一双 李小龙图案球鞋 上面印有库里最爱的 一句李小龙名言 苍穹之下 人本一家 最终 这双球鞋 以5.1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除此之外 库里还在2021年 超越雷阿伦 登顶NBA历史三分王 为了今天这一伟大时刻 库里将比赛中 所穿的球鞋制作成了NFT版本 每双售价333美元 一共推出了2974双 这些虚拟球鞋 可以在元宇宙平台中 让虚拟人物穿戴 结果一惊发售 立即被抢购一空 让库里奸张近100万美金 和往常一样 库里随后便将全部利润 捐赠给了慈善组织 第六项 组建高尔夫球队 库里对高尔夫的热情 绝不亚于篮球 高中时期 库里就是学校第一的 高尔夫球高手 2019年 库里在华盛顿霍华德大学 参加活动 这所大学是一所 颇有历史的黑人学校 当时库里遇到了一群 同样热爱高尔夫 但没钱去大学的黑人大学生 于是库里直接大手一挥 宣布自掏腰包 为霍华德大学组建了 第一支NCAAD1级别的 高尔夫球队 赞助这群大学生打比赛 而库里的这次总赞助费 超过100万美元 和很多NBA球星一样 库里的电竞也是非常痴迷 早在深秀赛季 库里几乎每晚都要和队友们来上几句使命召唤 甚至在客厅和卧室 各安装了一套电竞设备 让他在睡觉前可以在卧室玩 也可以在开party时在客厅玩 2018年 库里将他对电竞的热情提升到了一个全新高度 他和伊格达拉合伙 参与了老牌电竞战队TSM的3700万融资 在融资完毕后 TSM迅速壮大 赤字1300万 在洛杉矶打造了北美最大的线下训练基地 甚至还为选手们配备了专属厨师和营养师 以及疗养休闲中心 经过一番努力 TSM市值不断飙升 在2022年的最新估值高达5.4亿美元 一跃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电竞公司 而库里当初投资的500万美元 也早已轻松实现翻倍 除了成功投资电竞战队 库里还在2018年成立立家制片公司 Unanimous Media 库里成为公司的CEO以及联合创始人 2019年 公司制作了第一部电影 《奇迹的突破》上映 收获广泛好评 库里为这部影片投资1400万 随后在全球收获5000万票房 再次之后 库里陆续和不少大型媒体影视公司达成合作 与索尼签下多年的影视开发合同 和奈飞达成实际动画制作 还和NBCU达成了一份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长期合约 第三项 慈善捐款 2019年 库里和AESA一同成立了一个名叫有吃 有学 有玩的基金会 指责为奥克兰的贫困儿童提供健康的食物 高质量的教育 以及安全的活动环境 同年12月 基金会将一辆大巴改造成了一个带有篮筐的餐车 造访奥克兰的贫困地区 给那里的孩子们带去图书 便餐等礼物 总计捐赠高达500万美元 2020年疫情爆发 学校被迫停课 很多依靠学校补贴学生午餐的家庭 都遭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而库里立即集中基金会资金 为他们提供午餐 据统计 库里当时捐赠了100万份午餐 而时至今日 基金会已经累计捐赠了超过50万本书 2500万份便餐 以及900多吨的食材 第二项 豪宅 2017年 库里与勇士签下了一份两一的大合同 有钱之后 他便开始无色豪宅 19年6月 库里赤资3100万美元 在位于硅谷中心区域的阿瑟顿 买下一套全新的四房六位豪宅 与众多商业大佬为邻 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 勇士就将主场从甲骨温中心 搬到了大通中心 这让库里去酒馆的通行时间 从原本的16分钟 增加到40分钟 这就让库里比较难受了 如果他平时想去酒馆训练一下 那开车来回就要花费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对于这种情况 库里只好展现他有钱任性的一面 没过多久 库里就在大通中心附近 勾持了一套800万的顶层公寓 就是为了方便自己训练 与此同时 库里又悄悄卖到了他在阿瑟顿的豪宅 最后的成交价是3120万 除去一系列费用 算是小赔一笔 数据显示 库里豪宅的新主人 是新加坡首富李小冬 当然库里卖掉豪宅的原因只有一个 以小换大 这一次 库里在阿瑟顿买下一套七房九位的三层全新边数 只花费了3000万 2022年12月 豪宅建成 库里也搬进了新家 这套房产总占丁面积近7000平方米 室内面积达到1700平方米 比之前的家大了1000平方米 从外观上看 豪宅呈U字型 大量的玻璃窗设计不仅让房屋采光充足 还显得非常现代 当然 豪宅的位置那是相当隐蔽 位于一个封闭区域的道路尽头 四周环绕大量绿植 极好地保护了库里全家的隐私 第一项 交税 ESPN曾在2017年做过一次统计 当时库里拿了全联盟最高年限3460万 但是扣完税和其他费用 到手只剩1520万 进工资降到了联盟第三 按照库里的收入 他的联邦税税率要算到最高等级 综合下来达到33% 而更惨的是 加州的周税全美最高 对富人最不友好 库里每年要交的周税就高达11.8% 再算上库里还要交出10%的工资 给联盟托管基金 2.75%的经纪人佣金 真正到时候的工资 就已经被砍掉了大半 据统计 这么多年来库里交过的税 总计金额竟然高达1.42亿美金 对此 库里也不禁发推感叹 加州的阳光 真的很贵 好了 这就是今天冷饭说的全部内容了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 订阅 加评论哦 冷饭说 我们下回 接着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